持续要关心的是动荡不安的埃及 因为军政府出动了坦克镇压 这也使得今天死伤人数急速的攀升 甚至于已经达到了400多人死亡 还有数千人受伤 究竟多少人受伤到现在伤亡都还是难以估计的 当然对于观光的损失 还有冲击是相当大的 另一方面就是开罗街头枪林弹举 宛如变成了杀戮战场 结果使得前往采访的记者当中 有四个人不幸重担殉职 前记者在开罗现场连线 突然枪声大作 只能先找掩护 有时候还要绞成够快才行 埃及再度发生血性冲突 报道第一手消息 各国记者没缺席 过程中想要安全完成任务脱身 可不简单 战区中子弹不长眼 出估有四名记者因此丧命 包含了一名英国资深的摄影记者 以及一名26岁的杜瓣女记者 哈比亚 生前最后的简讯 透露了身处危难当中 要妈妈为她祈祷 母亲回复要哈比亚告知情况 却再也等不到回音 用镜头用文字 新闻记者是埃及走向民主的见证者 却也成为枪口下的牺牲者 TVB新闻综合报道